来台湾参加了地区下期论带立陶宛的约纳瓦斯的市长辛可威斯 以及克莱佩达市的市长古劳斯卡 进行港座高台南市政府来拜会 去市长安威特亲自来出面做接待 市长表示立陶宛和台湾是好朋友 到处在国际上为台湾来发生 也很期间竟然送台湾疫苗是给人最多的感谢 我们非常感谢立陶宛在国际上对台湾的支持 也非常感谢在疫情期间捐赠了台湾疫苗 能够让在疫情严重的时候 台湾能够多一层保障 在疫情过后 事实上台南市是在台湾的各大城市里面 受疫情影响较轻的城市 那我们新疆有许多的活动 那也希望说多跟各位能够多做一些文化上的交流 以及这个许多寻求各方面的合作 以克莱佩达斯的戒指 你也表示说立陶宛和台湾共享的自由 和民主够待 只有国家当中的重担当时 其中才能够让年轻真正的国家的朋友到底是什么 去台湾和立陶宛 才是超越到带你和很多好朋友 相信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永远都会有朋友 也是因为遇到这些重大的挑战 那我们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也会知道说到底谁才是可以信任的朋友 你收入到台湾的建纳瓦斯的这个市场 表示说台湾有超过的40个国际地面 下次他也期待说未来建纳瓦斯 也可以变成集中一个 均加希望来拍拼推动到两次的优惠关系 台湾市民均加林施地的纳瓦斯 其实我们还是共享一些民主以及自由的价值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能够让我们更深化我们之间的合作以及交流 这回的这个拜会市场也来到两位市场 企团共同自政地的企业品 市场也表示希望他过得生存一个交流 甚至是地面用的固体是一个方式来沉进两国的友谊 南天新闻 等一下 咱们猜方不得